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 今天这支影片要来看到 韩版7月3号的更新重点 那这一个更新重点 有以下几个 第一个是韩版开放了金字形神塔 第五季,时间有两周 第二个活动重点 就是世界副本全面开战 那这个活动就跟之前的 世界副本总力战是一样的 所有的BOSS就会必定掉落它的 专属宝箱,那这一次 比较特别的就是新开放的信念之塔 四楼的BOSS也会掉落它专属的宝箱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韩版这个礼拜 开放的全新世界副本 混沌的蚂蚁洞穴 这个蚂蚁洞穴它是属于全区一般区 然后它分为一楼到四楼 还有BOSS的产卵区 入场等级是80级,使用20万天币 可以进入,每个礼拜7小时 然后在混沌蚂蚁洞穴的 1,2,3楼它主要的关键道具 是英雄级的变身娃娃跟 圣物卡盒,然后四楼之后 就是全部的英雄级的卡片都会掉 然后蚂蚁洞穴全区 都会掉落它的专属收藏 腐蚀系列装备 它这个装备跟当时的 一望之岛装备有点不一样 它全部都是属于科硬装备 等于说如果你想要收集 这套收集品的话 你必须要全部都自己来 然后这个收集品的掉落 会在各个区域里面 有那个受污染的蚂蚁蛋 有外形一颗跟三颗连在一起的蛋 你只要清除的受污染的蚂蚁蛋 就有机会可以获得这个腐蚀系列的装备 这次的boss混沌的蚂蚁女王 接着看一下这次蚂蚁洞穴 它的专属收集品 分别是伤害增加还有减免增加 再来下面这一个活动 就是可以用分身流来刷的 为了纪念混沌蚂蚁洞穴 加开了蚂蚁洞穴调查地 那这个调查完成后的奖励箱 会必定获得融资圣水 闪亮的成长药水三罐 还有一个武器的熟练度训练盒 接下来还会额外获得纯白万能药1到50罐 然后在里面你只要击杀怪物 还可以额外获得英雄级变身卡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礼拜再度推出了高阶的 商城饰品制作活动 430个活动道具去制作 430个道具大概就是3万钻左右 可以直接帮你兑换到一个毕业装备 加8的皮夹克 加8的肩甲 或者是加7祝福的耳环 加6祝福的戒指 还有加7印章的选择箱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一周韩版还针对了一个部分 做了细节上的修订 就是修改了青蛙统治者吉尔塔斯的 驱散免疫效果 他会针对龙斗士的紫色精通 风龙沉默一样进行免疫 等于说以后轻变青蛙的角色 他就是免疫变身又同时免疫沉默 好了 那以上就是这一周韩版更新的重点资讯 我是丁丁 我们下支影片再会 大家拜拜